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出来了啊 跟昨天一模一样 我昨天出来了 出来了 今天呢 我就是来接着继续讲 名人堂 上一次讲了科比 这一次呢我们来讲讲 艾伦森 艾伦艾伦森 他被 认为是历史上最佳控球后卫之一 然后 这就是我的大的那个小稿 就是为了这期视频准备的小稿 好首先呢他是出生于 1975年的 6月7号跟我的出生 一起正好相反 然后他出生于那个 Hampton Virginia 然后United States 然后他在那个NBA选销中 以第一顺位啊被 费城76人选中 就是Sixers 在他的职业整个职业生涯中 艾伦森因出色的得分能力 速度过人运球而著名 然后这也让他成为一个 非常难防守的一个球员 在他的14年的NBA生涯中呢 效力过费城 Philadelphia 76人队 和绝金队等 但是他主要是在76人队待着的 他曾四次获得NBA得分王 分别是19 1999年 2001年 2002年 2005年 然后他被入选全明星11次 之后 并两次获得最有价值球员 就是MVP啊 然后三次入选NBA年度第一队 三次入选年度第二队 一次入选第三队 然后在2001年 获得了联盟最有价值球员 MVP 然后这就是他的那个职业生涯啊 好 然后我来讲一讲那个 他就是非常让人那个难忘的 两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啊 他第一件呢 就是2001年到2001年的赛季 他带领76人闯入了NBA总决赛啊 然后也非常厉害的一次时刻 然后当时面对 然后就是当当时的霸主 然后OK组合 就是Shaquilla Neal和Coby Bryant 他们两个带带领着那个LA 就是胡人队啊 然后他们他们最后就是76和胡人他们打 然后当时艾夫森面对那个OK组合 他也没有畏惧 然后尽管在最后输给了那个胡人呢 但是最后那个艾夫森还是在这赛季表现非常的出色 特别是在他那个他在那个对阵 就是对位那个胡人队员就是太龙炉身上的时候 就是他把他晃倒了之后 他他他他这么越过去了 成为了历史上最经典的啊 镜头之一 就是面对那个艾夫森的进攻 那个胡人也是那个也是派出了他们对最防守最强的一个 一个人叫那个太龙炉 然后他防守特别强 然后他多次防守防守成功了那个艾夫森 但最后还是被艾夫森晃倒了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点呢就是他晃过了那个神 然后神大家也知道就是迈克尔卓尔 但是他跟迈克尔卓尔对位的时候 他就是用他的经典变相之后 之后在他身上投篮之后投进了 这也是成为了那个历史经典之一啊 这就是他的两个最大经典的一个一个镜头历史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正题然后讲讲他怎么 到底是怎么晃过去的 这我来也大概给大家分享一下 ok 现在我来讲讲他的第一个动作啊 就是他的经典动作 最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的变相啊 他的crossover 就是之前网络上很有名就是 啊 艾夫森's crossover is the best 就是他的就是艾夫森的那个运球就是 变相是最厉害的 然后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怎么弄的 首先呢就是他会用就是最简单的那种运球方式 最简单的那种变相方式就来缓缓过去 就首先就是这样把重心压低 然后再蹦两下 这样 然后然后我在再给他 原来这一点就是防人了 然后他可能会这样做 之后再再变相 因为他的变相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节奏啊 就是他的节奏非常把握的非常的准 然后然后就再变 然后这样那个对手就是 不容易猜测他要往那走 你比方说这样 这样他也可以从下走 就是过完之后呢他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直接投篮 一种是上篮 就是上篮啊 这就是他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crossover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可以胯下 胯下也可以 然后再宽快过来 当时他也是用这一招缓过了无数的防守队员 也缓倒了很多人 然后这个洞呢也是成为经典洞的经典 好了再给大家做示范一下 这就是上篮了 这就是上篮了 然后再上篮了 这是没有胯下的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他可以稍微蹦一下 就是另外一种他的过程方式就是 先把左脚左脚就是往那边蹦 往这边蹦 就是这样 这样变向 然后最后也可以往那边走 你踢往这边走 你踢往这边走 往右边走 两边都是可以的 这个动作呢也是 就是 也是一种活动性的 就是在这个原地这种碰的时候 活动性的那种 那种运求就是变向啊 好 那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是上篮 还有呢 投篮呢 就是当时他用变向去缓过神的那个 投篮就是 然后 当时就是 他就这么缓 然后 继续缓 之后他的 就是防守 就是当时 乔丹就在那 就是手往这边一扒 之后他就赶紧变向过来之后就走了 然后就投 然后 然后 我再给他压试一下 买 买 啊 天哪动 等会儿啊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就这样了啊 就是 超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反正这个动作我现在 也经常的用 之前我那个 我也听说过艾夫森的 cross over 但是我没有觉得他cross over那么厉害 然后我现在才真正的了解到他的真正玄机 哇 哇 行 这就是艾夫森的cross over 就是 现在我来讲一下那个艾夫森的第二个经典动作啊 就是他的背后营球 就是behind the back dribble 然后这个呢 就是所有的球员也是经常用啊 但是他的他的背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会会比较奇特一点 就比方说当时就是 啊我记得是打那个ok组合的时候 他啊在这个地方 用那个behind the back 就是 他他有的时候用behind the back的时候 他这样用 背的蓝锅用 就是我因为反正我也之前看到过 就是这样 背的蓝锅 然后 他也可以就是 就是这样啊 连魂的 然后再偷 就是反正behind the back的话 差不多就是 很经常用的一种 一种方式啊 大家也不要见怪 然后我比较喜欢 当时特别喜欢的镜头呢就是 他当时打那个胡人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特别有节奏 就是括括括括括 然后括 就是 就是他最后反正就是从这儿进了 然后面对着那个小Q在那儿 然后他最后就进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一幕 那一步是他我最喜欢的一幕 啊就是面对着 然后防守人就在最后 他就是出其不意的就是做一个 做一个背后之后他就 他就往那边走之后就进 好这就是第二个他的动作了 好这就是第二个他的动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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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他背后背后的这步 ok 他的那个第三个比较经典的动作呢就是 up and under 上来 这个up and under呢就跟 上一次我讲的科比的差不多就我一直在尝试 就是他的要点呢就在于你一边啊在这儿走的话 在下上来跳起来之后在这儿晃一下就再从这边上来 因为就是从从这儿晃一下之后再下来再从这上去这样就是up and under 但是必须要在空中弄啊非常的精彩啊好 我给大家演示示范一下 很容易伤着 啊 哦 天 哈哈哈 可能一伤着这一块 嗯 反正这个动作不算特别简单 就是大家就是 可以去尝试但是不要去真正的 就是 如果大家不会的话没有掌握到要点的话就不要去 去进行一定的过高高高度长度 然后再试一下这样 好 好 这就是那个艾福森的那个第三个动作了 好 那个现在我来讲一下那个艾福森的那个第四个动作啊 就是 他也是比较经典 第四个比较经典的动作 就是挑球 finger roll 就是 就是这么 挑 用用手指要挑挑挑 挑篮 然后 就差不多就是等他过完人之后 就是 这样过完人之后 这样挑 就是让人不让人盖不住 要点呢就是在于 半点伸长胳膊 就用用 用那个手 挑出去 往蓝筐上挑 然后我给他吃饭一下 因为这个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就是他过完人之后 啊本身就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要跳 好 哎呀 好 这个就是那个他的挑篮啊 啊这个挑篮跟那个 山不上篮是差不多 因为他他跟那个山不上篮 好像这样 这样是正常的山不上篮 看着啊 这样是正常的山不上篮 小篮呢 一般就是 在中间 然后 这样迈步 这样 然后这个也是 算是比较他经典的一个动作之一 但是他最经典还是那个变相 好这就是这个动作了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他的扣篮 好扣篮呢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 因为这个太高了 我够不到 我可能应该在那展示一下 好走 他的扣篮呢 特点在哪呢 就是他身高不高 只有一米八 正常的那个 篮筐非常的高啊 他隔阔过很多人 就是从身上直接跨过去 然后这么 啪就这么一扣 然后我我就给他 就是扣两个篮啊 因为我也不会 就是 不会就是认真的扣 因为这个 这个篮我可能也扣 扣不太到 所以我就是 试一试 我再长高一点 可以是扣这个篮 不行了 扣不到 其实这种也不算是扣篮 我就是把它正常放进而已 不行扣不了 好 这个呢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扣篮了 好 这就今天就到这吧 就是 不是那个是吧 他的动作呢就在这吧 他的五个动作啊 大家记住了吗 好 最后呢我要总结一下那个 Aven Everson 对我的 对我的影响 Everson 好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他 他他有了桀傲不逊的性格 因为 就是他的性格非常的那种 就像那种自大 然后非常的很有自信 就是桀傲不逊嘛 然后 他这个自信呢就是他这个特点呢 我也要学习 第二个就是我要说的就是他的自信 就是他的自信呢就是 我是要非常学习的 因为啊在球场上啊 在比赛里面我要 就是要更加更加自信 就是感觉啊 你们都不行 我最厉害 就这种 这是直奥 对 对对 差不多就那意思 自信是我能够胜利 对 我能够做好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要有要有自信 然后自信的投每个球 自信的去往里打 自信的去上篮 然后因为被被盖啊 就怎么着 第三点呢就是我想说 他的篮球智商非常的高 就是他比赛上就是有有很多地方就是 他嗯很有很有那种解围能力 就是球的智商 就是打篮球的智商非常的高 就是就可以啊 在很那种危险的情况下 就是做出很那种很迅速的反应 然后高智商的那种水平吧 差不多 然后我也要学习这一点 好 那今天那个我的Alan Alan Everson就到这了 艾夫森啊 然后他也是到现在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好 那我们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 喜欢艾夫森的话 就给我那个点赞 支持 关注 然后 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再评论一下下一期 你们想让我说说说说谁 我有几个想法 一就是 Kairi 就是 Kairi Everson 二呢就是 Stephan Curry 就反正这几个 啊 我就可以 说一说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在这下面评论之后 我可以讲一讲 好 那就今天就到这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就支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吧 Peace